另一方面前幾天深夜的時候呢 桃園的平鎮這邊小巷子裡面 發生了暗夜火警 起火點就在公寓的一樓 當時阻斷了逃生去物 居民當然是嚇壞了 而且呢有居民指控說 他們明明知道是誰縱火的 但是沒有實質證據 可以將這個人神之以罷 火事都已經被撲滅 鄰居卻也被嚇醒 通通外出關心 現場卻還不斷傳出大聲吼叫 這讓鄰居真的很困擾 今日記清楚拍下起火瞬間 公寓大門口突然白光一閃 火事就被引燃 5號深夜11點多 桃園平鎮 沿平路一段的巷弄裡頭 突然發生公寓火警 火事即時被撲滅 樓梯間卻是一片漆黑 住戶更是不堪其擾 懷疑是附近一名男子縱火 網路PO文控訴 知道是誰在公寓縱火 卻沒有辦法辦他 這名男子先前就時常出現脫序行為 像是在家吹打瓦斯桶 發出巨大聲響 騷擾鄰居飆國罵踹門 甚至還故意潑洒不明議題 搞得附近鄰居人心惶惶 敢怒不敢言 都有報警 但也沒有實質商人證據 遠景上門也只能勸導 而這回公寓火警 讓住戶真的是心疼 其實早在火警發生之前 警方就截獲報案 說男子跟對面鄰居吵架 但欠缺證據證明是男子縱火 男子被警方帶回 火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卻造成居民心靈恐慌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伸出援手 幫幫忙 還給居民一個安心安全的生活空間 記者謝祥林 桃園報道